在這裡 我要恭喜今天的 33 位男學員 27 位女學員 甚至通過了這一年來嚴格的兩層訓練 從訓練開始 我們就是國家的調查官 就是守護國家保衛社會最堅實的力量 調查局跟一般治安機關的角色之后 除了要同時重大範圍的調查之外 在我們的國安體系中 更是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來自對岸的中國大陸人民 每年有兩三百萬人士來到臺灣 臺灣很歡迎這些國國 但我們不能否認 的確有能利用臺灣的自由民族空間 印度透明對臺灣的自由民族 不利得多 往前去 調查官員則增破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 就一共有52案件 避免刑事了 最重要的 固定查局工作上調查局的表現 同樣 疊症青年實驗 達到各級服務品超過一萬五千元金 透過十九座制服的工廠 我再次強調 反途或是政府的区域教育 我們要從原同切斷和面前 全面提升反途的成效 這個議題的是 我們在查詢判罪保衛社會的議題上 有進行和國際合作 目前調查局已經跟四十七的國家 等金融情報公司 偏承了防治期限相關協助 已經被謀畢 這些成果 都是為剛名列的特定軍人正好的法量 加入調查局之後 使用最高的標準 還要從自己的工作表現 以個人戰術 反對聖域的合作精神 共同創造調查局的榮耀 全力守護國家社會 我相信我們國家的調查 民眾的調查 一定能夠順領行政務 服務國人手工 政府會給大家最大的支持 當各位最好的後者 謝謝 謝謝ede 感谢观看